大家好 欢迎收看股市罗宾看 我是罗宾 那在美国大选底定之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那我们看到今天整个台北股市是开低之后 一路的向上走高 最后大涨191点 那我想在节目的一开始 我先讲一个结论 我先讲一个结论 就是在选前大家还记得吧 我一直告诉各位 在最后的结果没有出来之前 你不要急着去压住 不要去选边站 都没有必要 你就沉住气 骚安勿躁 等到大事底定之后 我们在进场充容的来布局就可以了 因为毕竟股市天天开盘 不用急着去抢那一两天 所以选前我要让各位稍安勿躁 现在选后了 我现在要告诉怎么样 大家现在要跟着我一起怎么样 一起动起来了 哎呀怎么动 稍后就会告诉各位 好 那回到大盘先说 记不记得 当时我就跟各位讲 如果贺锦丽上 基本上行情先涨 但是你也不要太高兴 涨完它还是要震荡 对不对 那如果川普上了 行情会先下 然后下了之后 你也不要担心 终究他还是要往上 因为华尔街多数的人 都希望川普上了 只不过因为卡着一个台积电 因为短线上面 他的一些言论 确实对台积电有冲击 对台积电会有一些杀伤力 所以台股比较特别 川普上了 他会先下 先下再上 好 只不过 我想到目前为止 到今天台北股市也是先下后上 对不对 所以大方向 基本上没有太大的一个差异 跟我们预期的没有太大的差异 只不过 这个下的时间 这个往下的时间 比我预期的怎么样 要短太多了 却往下没有错 可是不到五分钟就要往上拉了 你看 早上开低37点之后 一度跌了84点 然后就一路往上拉 一路往上拉 有没有 好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其实你看 台积电今天一开低 最低的时候也不过都跌10块钱 然后马上就有买盘进来 然后一路往上拉 有没有 那当然这边 他也没有拉到哪里去了 只不过他就是相对抗跌 那只要台积电能够稳盘 那有其他的全职股 又或者其他的一个个股来表现的话 其实我倒认为这样的一个行情架构 对大家怎么样 对大家更有利啊 对不对 好所以 回应到一开始我告诉各位的结论 选前要各位稍安物造 沉住气 现在我要让各位怎么样 跟着我赶紧怎么样 赶紧动起来了 好那到底该怎么动 先从台积电说 台积电今天能够在川普上 这个所谓的一个当选的 这样一个利空之中 呈现的是一个利空不叠 很多人想说台积电 这样特动这样问了 后续怎么样怎么样 这里只要赶快想买了 要赶快来买 不能会来不及了 我告诉各位 针对台积电 还是四个字 骚安物造 为什么 今天台积电利空不叠 给他排排手 但是各位知道吗 川普这个人 他哪天想到了 又给你来那么一下 你能够预期吗 那如果他哪天又讲说什么话 要对台积电开刀干嘛的 你认为他的股价 不会受影响吗 会不会 对不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认为台积电 他有机会 能够在稳定中成长 但是只要受到 川普的言论的影响 他什么时候讲 我不知道 真的我不知道 谁知道啊 对不对 但是他只要哪天 那个大嘴巴又开炮了 他的股价一定受影响 所以我说你要做台积电 你不要在他涨的时候去买 尤其你看 他涨几天了 涨五天了 他涨五天了 所以你真的想买的 你真的想买的 你要碰到那种几叠 有没有 川普的那种一谈话 什么几叠 一几叠 你看你趁几叠的时候买的 你都一定去赚钱 所以想买台积电的 我会给各位的建议 趁拉回再买 尤其已经连涨五天的情况下 不要冒然去追 那你说那什么情况 什么那个价位 又是什么现象 你可以买的 这个部分 投资朋友 如果你想进一步了解台积电的买点 又会说 需要我们提供协助的 还是老话一句 在我们股市货兵和Lite的官方账号 直接留下你的问题 我会很快的给各位一个协助 因为毕竟今天 毕竟我们每次视频的时间都有限 我没有办法跟各位谈得太多 而且今天有更重要的讯息 要跟大家来分享 什么样更重要的讯息 就是刚刚我说的 现在开始要动起来 为什么要动起来 要动什么样的一个股票 这个就是今天的一个重点 好 那我们先回到 十月中 把时间时光级先拉回到十月中 现阶段我先这样说好了 台积电即便今天 它在利空中不跌 但是我说它的隐忧总是存在 对不对 所以对台股来讲 它就是一个潜藏的一个危机 你不晓得这个什么时候 川普又会扔一颗深水大单过来 对不对 但是就整体的一个架构来看 你不要说什么 美股 川普当选美股是以利多来反应 昨天倒穷 纳斯达克标普500 全部都是以创新高 创历史新高来回应 只有费半 因为费半卡了一个台积电 还有其他的一些半导体 对不对 因为这个川普的一个态度 所以让昨天费半 没有能够同步的创高 但是其他三大指数创高 就已经告诉你 美股是走多头 创高就是多头 那我说过就一个大趋势来看的话 美股走多 你台股没有理由是走空头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也就是说就台股来讲 它比较特殊 就是美股走多是好事 可是台积电偏偏又被川普锁定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可能就是一多一空 一多一空 那一多一空怎么做 很简单 技术面操作 从资金的流向 从筹码的一个强弱 然后从位阶的高低 去寻找适合的点位 在适合的一个时机点 去做一个切入 就好比说 现在11月7号 大家回想一下 忘记了 我欢迎回去看视频 在10月16号 又或者在10月中的时候 当时我是不是很清楚地告诉各位 当时其实市场上锁定的还 基本上还是那些什么 广义的AI的概念 那些我都看好 只不过当大家都在讲 我说过 大家都在讲的股票 有没有太大的兴趣 我喜欢的是什么 未来一定会找 这个未来的效应 它一定会发生 可是现在偏偏没有人在讲 未来一定会发生 现在没人讲 当然就是我们最好的机会啊 走在故事的前面啊 对不对 所以当时记不记得我讲什么 集团股 对不对 集团作杖的效应 而当时我所点名的一个集团 就叫做鸿海集团 因为它集团最大 能够发酵的机会也最多 那个时候我还告诉各位 306位的建汉 有没有 记不记得我说11月中 那时候已经先表态 有没有 他已经先表态 所以我说 从建汉已经先表态的情况之下 相关的一些族群 鸿海集团内的 位阶相对低 跟谁位 跟建汉比起来是位阶相对低的 又或者它题材上面 是属于广义的 在未来的一个主流趋势 例如说 AI里面要分了很多嘛 什么CPO啊 什么散热啊 有没有 等等等等 反正是未来它的趋势往上的 那位阶相对低的 这些股票你就要特别留意 好那你看 讲着讲着 今天有一档股票 来 创了破单的新高了 谁 2354的红准 来请问各位 红准什么集团 鸿海集团 对不对 什么概念 AI散热的概念 为什么散热 很重要 不用我多讲了 你高速运算 难道不用散热吗 对不对 那你不会散热的话 就糟糕了 对不对 马上就当机了 卡死 对不对 好 那你看他今天怎么样 今天 创下了破单的新高 来到95块半 而且95块9了 而且还掌停板 我相信今天讲红准的一大堆了 每个都给你歌功颂德 红准好 是红准庙 是红准呱呱叫 有没有 大家都拍手叫好 我也认同啊 掌停板又创新高 那当然好啊 这还要需要 还要是要讲吗 但是问题是 你看当时 10月16 对不起 10月16 我再告诉你 要注意红海集团 尤其 我说随着健康 已经发动了情况下 位阶相对低的 来 比较一下 来比较一下 来 比较健康在这里 当时的红准 有没有位阶低 有没有位阶低 当时股价多少 六字头 那天收盘才67块4 今天多少 今天 九十五块九 从六字头拿九字头 我们抓一个大概的 有没有已经涨了多少 已经涨了至少 40%以上接近50% 有没有 我说过嘛 创新高 你哪一个撞不到 你不论哪一天 哪一个点位 你没有买在这里 买在这里 可不可以赚 可以啊 买在这里 可不可以赚 纵使你买在昨天 昨天都能赚 今天涨停板 你介绍买 看怎么 对不 创新高就是表示 你一定能够赚 但是你不要等到 创新高了 大家都在讲的时候 你再来追 我一直告诉各位 红准宝宝宝好啊 所以我为什么要买它 我也不是今天买的 你去询问看 会我们是不是今天买的 不是啊 对不对 当今天大家都在讲的时候 我反而要提醒你 除非你是像我们一样买在前面 否则今天大家都来看看 今天九十五块九 如果明天再开高 今天涨停板 明天开高个四块五块 不奇怪吧 那如果说明天开高个四块五块 是不是第一个碰到什么 碰到百元的关卡 对不对 那按照我过去的一个经验 很多股票 几乎所有的股票 几乎所有的股票 你碰到什么 五十啦 一百啦 两百啦 五百啦 反正这种整数关卡 你说什么道理 没有什么道理 可是 它就是一个限小 它就是一个限小 你来到这个位置 它就是要整理 它至少它就会震荡 你只有一口气直接过去 好像没有太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几率 对不对 那既然来到了百元的整数关卡 而且最重要的 它累积多大的涨 我说过你从十月十六 当时在六字头 涨到现在九字头 甚至如果说明天一开高个 往百元去冲关了 代表怎么样 它已经涨了四五十%啦 至少都涨四五十%啦 那如果说已经涨了四五十% 那大家又在讲 是不是又回到 过去我一直千叮零万交代的 这档股票纵使再好 当大家都在讲它有多好 有多好 而股价又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上涨 现在在相对的高档区 怎么样 不要臭热闹 不要臭热闹 我不是说会买气哦 只不过我一直告诉各位 做股票你永远把风险跟利润 这两个东西在天平上怎么样 在天平上 蹭你蹭 对不对 在天平上蹭你蹭 当利润大 二话不说 没有悬念买 那就对了 如果风险高利润小 不是说没有利润 也不是说不会涨 但是你必须承受更大的风险 纵使你赚到一点小钱 划不来啦 对不对 所以我们宁可怎么样 宁可就不做 来到这个位置 我不是说会买气 可是你看 我就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已经累积了超过四成五成的涨幅 大家又都在讲 是不是很容易整理 又加上百元关卡 那这个时候你贸然去追 纵使他整理过后还在涨啦 他整理的过程里面 一颗心就七上八下 你又再摸在想 没有必要 对不对 所以你要买的 你等拉回的时候 你再找一个适当的点位 你没有把握的 没有关系 还是老话一句嘛 你留下你的联络方式 对不对 你把你的问题 你操作上面的一个问题 你告诉我嘛 我会进一步的告诉各位 到底怎么观察红准的一个买进 你想买的你可以留言 那你可以留言 对不对 好 那除了红准以外 是不是另外一个终点出来 随着建汉 随着红准 一档一档的往上冲 是不是告诉你 除了印证当时我告诉你的 红海的集团作战 这个方向是十分的确立 对不对 那既然红海集团 红家军的一个集团作战 已经开始启动 那么随着红准的创高 投资朋友 那些位置相对低的 跟着他有同样题材的 你认为有没有机会 现在很多人还没在讲 没有涨的股票 不会有人讲 但是这些没有人讲的股票 但是未来 他就一定会发生 因为联动嘛 同样的题材 对不对 同样是红海集团股 同样是有AI 或者说广义的AI的一个概念 你红准都能够长成这样子 其他的股票 我不要说你同样 起5成6成了 至少我涨了三成四成 总应该有这个机会吧 所以说对于这些位阶相对低的 你就要去留意 他后续的一个爆发力 就好比说你看我们刚讲到建汉 前面建汉先动 红准相对低 对不对 当时现汉先动 红准相对低 所以红准就拉起来 那后来红准拉起来的建汉整理 你看建汉整理过后 现在跟红准比起来 他位阶又相对低了 对不对 所以今天怎么样 今天涨停板了 很奇怪吗 不奇怪啊 这就是我说的比价轮动啊 对不对 除了建汉以外 我昨天跟各位讲过什么股票 来 不顶有没有 你看相较于红准涨那么多了 不顶 即便你说前面也有涨个两三天 可是他是不是一样位阶低 但是因为最重要是因为他昨天 爆了一个大量 所以我说我们要怎么样 我们要停看 我们要去观察说这个量 他到底是一个换手量 还是一个短线的出货量 好所以今天很关键 今天只要能够开在平盘以上 直接往上走 那么可以确认 他就是一个换手量 这我昨天告诉各位的 有没有 你看今天 有没有开高之后一路往上 这个机器相对低的是不是 他就有表现的空间 那处理之外还有什么 包含像2314 这是不是红海集团股 是不是 来 位阶有没有相对低 位阶相对低你看 今天是不是 跟健康一样就拉起来 有没有 这什么 这低轨卫星 除了AI相关的概念 大家都知道 这是川普胜选最大的工程 一直抱着他大腿的那个马斯克 马斯克大家印象中 特斯拉 电动车 对不对 不要忘了说电动车以外 他还有低轨卫星 低轨卫星 台阳是干嘛的 做通信卫星的 所以他是不是相关有这样的题材 有题材 位阶又相对低 又是红海集团股 你说这样的一个股票 他有没有机会 当然你要去把握嘛 对不对 好 那除此之外 我们在选前 我就有告诉各位 有一档股票 那个时候 他默默的在涨 讲的人不多 可是怎么样 他默默的在涨 但是我说他在涨的时候 我们不要去追 我们不要去追 我们趁着他拉回的时候 我们趁着他拉回的时候 我们再来逢低布局 你看趁着他拉回 我们是不是在选前 趁他拉回的时候 我们都有怎么样 压子划水 慢慢在做布局 结果今天怎么样 今天忍不防的 还有创了新高 啊什么叫创新高 他前面拉回的时候 纵使你没有跟着我们会员 在第一时间买进 但是当时我告诉各位 只要趁拉回 你想要跟上的 对不对 他到底是谁 你也不要去猜 你只要在我们股市货兵汉 Light at的官方账号 你只要留言说 你想要跟上我们最新标的 你都可以 怎么样 我们在拉回买进的时候 我都会顺便带上你一把 有没有 那你看 你前面有来登记的 你有跟上的 所以他今天股价创高 你不是又赚了吗 干嘛去追高呢 干嘛跟着大家一窝蜂呢 都没有必要 好 所以在今天 节目的最后 还是再重复 我刚刚节目一开始的时候 告诉各位 在选前 我告诉各位 召安勿造 沉住气 而现在选后大势底定 我要各位怎么样 跟着我一起动起来 跟着我一起动起来 怎么动 不要去猜 不要去猜 我只告诉你 本波段的一个操作 我们现在已经正式要开始启动了 好 那尤其接下来我们锁定什么 我们刚刚有 我锁定的就是鸿海集团股 除了这档股票以外 对不对 我锁定的就是鸿海集团股 那鸿海集团股到底谁 可以来作为买进的 最优先的标的 在我的口袋里面 是谁 你不要去猜 你只要加上 还没有加入我们股市 若兵和Light的官方账号 赶紧把它加进来 然后在留言 视窗留下你的联络方式 就会有专人带着各位 跟上我们最新的操作 也祝大家操作顺利 本公司与所推介 分析之个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